最近和通关有关的留言真的越来越多 由最早说福田口岸突然间晚上亮灯 以及疑似做大清洁 到港铁在高铁站和路湖站试车 都说到真的好像过几天就会通关 今天这段影片主要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大陆最近这几天的疫情 还有讲讲最近的通关消息 上一次也跟大家说过 由于大陆暂时欠缺一个有效的机制 令到自行快差发现自己中了招的人肯去上报 所以缺乏一些客观的数据 反映现在各地的情况 只能够有一些新闻报道 和我身边的朋友所收集的资讯 主观地分析 最近有不少大陆人都说 现在的疫情是北强南弱 即是北方的人的病情是比较严重 而南方的人是相对比较轻微的 之前就有传说是因为北方流行的病毒株 毒性比较强 不过中南山早两天就出来澄清 说应该只是因为天气的问题导致 北方比较冷 所以病症会强一点 而四大一线城市之中 我想北京的疫情是最严重的 甚至有新闻说 由于叫外卖和网购的需求量大增 但同时又有不少送外卖和速递的人员都重招 发不到工 因此有不少外卖和速递件都不够人送 于是物流公司就唯有在其他城市 调配一些员工去北京帮忙派件 广州由于放宽之前已经有不少个案 所以我有好几个广州朋友都已经中了招 就算没中 身边也肯定有一些中招的人 而这几天都越来越多上海朋友 说他们身边都越来越多中招的人 这两个城市都已经宣布了暂停面收货堂 改为网上收货 亦都反映了他们的疫情日益严重 但深圳由于在放宽之前都还是严防死守 因此个案数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少 我认识的人之中大部分人都没中招 他们身边也只有零星的中招感 不过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几天天气转动了 还是人们开始担心爆发疫情 我昨天就趁着星期六特意去了深圳 现在最大的商场一方天地道 看看现在深圳的最新市房 就发现引流明显比上个星期少了很多 大部分餐厅都是没什么人堂食 只得打边炉餐厅生意比较好 甚至是要等位 而平时的一位难求的咖啡店和茶饭店 昨天就看到还有一些急位 未至于完全坐八沙 另外大部分家长似乎都很担心子女会中招 所以以往一些一到星期六日生意就会变得很好 会有很多小朋友过来玩的室内游乐园和流冰场等等 昨天都是拍了污影 没什么人玩的 不过一些在做大特价的零售商户 仍然都可以吸引到不少人过去帮顺 而去到一些三四线城市 譬如我乡下潮州的一个小镇仔 可能因为比较少外来人口 暂时都没什么受到疫情的影响 我乡下的亲戚甚至说 街上仍然都是比较少人戴口罩 另外早过几日 网上就流传着这一张 用大数据推算出来的 各省第一波感染高峰时间预测图 如果未来这段时间回大陆的朋友就可以参考一下 而一些抗疫物资的抢购潮仍然持续 例如莲花清湾 抗原检测盒 即是香港所说的快速检测包 和N95口罩还是比较难买得到 不过这个问题应该很快就会解决 因为有些城市已经开始向居民派发抗疫包 普遍都有包括这几样东西 相信深圳应该都很快会拍一份 最近和通关有关的留言真的越来越多 由最早说福田口岸突然间夜晚亮灯 以及疑似做大清洁 到港铁在高铁站和楼站试车 都说到真的好像过几天就会通关 不过老实说这些消息意义 我觉得真的不大 譬如福田口岸根本是假消息例 因为我早几天有特意去求整过 问了刚刚开阵在福田口岸对面的一间茶餐厅的老板娘 他就说其实在宣布放宽之前 福田口岸夜晚都有经常着灯 特别是逢星期五六日晚 而且每届一段时间就会做大清洁 譬如早两个月国庆之前都有做过 只不过之前没什么人留意 因此不是除今次大清洁 都只是因为想过年而做的定期大数据 而港铁试车也不代表什么 因为过去这一年来 在香港放宽和大陆的清零政策下 通关是一件遥遥无奇的事 但随着大陆大幅度放宽 通关的可能性大幅提高 而根据今次大陆的放宽经验 相信到时由宣布通关 到正式通关 可能都只是两至三日的事 高铁站和洛湖洛马州站 这么久都没用过 怎么都要多些时间 试试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理由等到宣布通关 才临急临忙走来试 又说之前香港的新地铁线 通车之前都会用半年时间试车 现在提早做定准备 都是很合理的 不过有一单没什么大陆人留意的新闻 反而比较值得关注 话说福建江州的官媒 《闻南日报》在14日报道 江州要求将接触境外 或者高风险地区 船舶和人员的预船文 按照海外入境人员来进行管控 由今月19日开始要2加3隔离 到明年1月9日开始 即是改成三天居家隔离 这篇东西之所以这么特别 是因为在今月7日新十条公布之后 没练 大陆网上很快就有人传 19日入境大陆的政策会变成2加3 到明年1月9日即是改成0加3 而且还有人整齐内力不明的截图 令到很多人都相信这件事是真的 而江州这一项措施似乎是验证了这个传言 但神奇的地方就是 这篇地方官媒的报道 居然在大陆没什么人留意到 15日晚 当香港已经有好几家传媒报道这件事 我见到《闻南日报》编译都只有万多人看过 到16日编译就更加撤走了 所以整件事也不排除 只是张修当局自作主张 用网上的传言来制定这些措施 因为同样按照大陆之前放宽的经验 在正式公布之前甚少会走漏风式 就算真的洩漏了 外界最多都只是提早一两天 早整半个月甚至整个月 已经说定 实在不像大陆的惯常做法 加上正如我刚才和之前几段片 都有跟大家说过 自从大陆放宽之后 仍然都有不少问题还未解决 例如我刚才所说的物流业人手短缺的问题 而且这些问题 相信随着越来越多人同时中招 会变得越来越严重 在这些问题未解决之前 大陆会不会这么快搞通关呢 因此我一直都很怀疑这个留言的可信程度 当然最有效验证它到底是真还是假的方法 就是留意明天的新闻 看看是否真的会变成2加3 如果没有的话自然就不公自破 就算这个消息是真也好 1月9日真的变成0加3 但又不代表真的通关 因为大陆的加3是居家隔离 而不是香港的健康监察 头3天都没得到处走 而且没得居家隔离的话 仍然都要住3天酒店 相信对绝大部分香港人来说 吸引力都不是很大 而由0加3变成0加0 又要等多多少天呢 虽然很多人都盼望 可以在来近过年之前 和大陆全面通关 方便大家回乡一下过年 就这样看 机会都是比较微 不过就算短时间内 未有得通关都好 近日都有好消息 就是深圳湾的名额是越来越多 今日已经变成2800人 而欠名额的人每天都有下跌 由早两个礼拜 每天2万多人 跌到这两天 万多人 相信去到下个月初 那些名额应该够cover 当日想不想隔离的人 想回乡一下过年的朋友 到时应该不用怎么欠名额 好了 今集就来到这里 如果想看我之前出的几段 有关大陆放宽防疫措施的影片 Youtube的朋友就可以按右上角的Iz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